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从现在开始呢 系列的来介绍跟电磁学有关的一些物理尝试 那大家也都了解电磁学呢 大约在20世纪初期才开始慢慢的发展出来 那因为电磁学的发展呢 那对整个现在的通讯交通 各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呢 做一系列的一个基本观念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先介绍一个物理量叫做磁通量 那所谓的磁通量呢就是 通过一个回路的一个磁场的量 它通过的那个量 这样子来解释 这样子大家比较同学比较容易了解 就是我们把一个回路呢 一个平面的一个回路 然后把它摆在磁场里面 那我们假想呢 这个磁场呢就是一条一条的线 你可以把它想成好像我们把一个框框呢 放在水里面 把那个磁场呢就想成是水流 那通过这个框框的这个水流的那个量呢 我们勉强我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水通量 你就把它想成说磁场就像是水流这样子 所以它也是代表呢 通过整个回路的磁力线的数目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除了跟这个框框的面积有关以外 也跟它的这个磁场的大小 就是水流的那个量的大小呢 当然也是有关系 那我们透过这个公式呢 来了解一下 那这个磁通量呢 这个符号它是一个希腊字母 我们念作坏 它是用这个跟磁场垂直的面积 平面的这个面积呢 必须要跟磁场垂直 用这个来计算它的通量 那换成一个公式呢 就是用这个回路它本身的面积 乘上磁场 乘上这个cosine的ceta 那这个ceta呢 是代表它的法向量跟磁场的夹角 那它的单位是尾薄 是尾薄 那我们透过这个图例呢 来做一个更详细的说明 我们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呢 这个平面你注意看 这个平面本身呢 跟磁场是垂直的 所以它的法向量呢 跟磁场的夹角 这个时候是零度 它的垂直向量 我们叫做法向量 跟磁场的夹角 这时候零度 那我们知道cosine的零度是1 所以这时候的磁通量最大 就是整个用整个回路的面积呢 乘上磁场 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那假设回路平面本身 跟磁场是垂直的 跟磁场是平行的 这个平面本身是跟磁场是平行的 你想想看 你把一个框框放在水里面 有没有水会通过这个框框呢 当然没有 那磁通量也是一样 那这就是它的法向量 跟磁场的夹角呢 这时候是90度 那我们知道cosine的90度是零 所以这时候完全没有磁通量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那它产生一个倾斜角 比如说本来这个平面本身呢 跟磁场是垂直的 那如果往前倾斜了30度以后 它的磁通量呢 就会变小 就会变小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原理 所以发电机呢 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个原理 因为它的磁通量 如果发生变化的时候 不管变大还是变小呢 回路本身就会产生电流 所以这个就是发电机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依据 最重要的一个依据 那我们看它的磁通量 会变成多少 这时候的倾斜角呢 会变成30度 所以它的发向量呢 跟着也是跟磁场的夹角呢 就变成了30度 所以这时候呢 它的磁通量就会变成原来的 二分之更好三倍 因为原来是A乘上B嘛 那就变成 我们知道更好三大概1.7左右 所以它就变成大概0.85倍左右 就是它磁通量会慢慢的在减少 那它倾斜角已经变成了 这个90度的时候 它的磁通量就完全就没有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磁通量的控制机制呢 大概有三个 一个就是面积 这个面积不是指 这个平面的面积 而是跟磁场的接触的面积 假设呢 它虽然跟磁场是垂直的关系 但是磁场如果只有一半的话 下半段是没有磁场的话 它的磁通量呢 也只能算是A乘B乘上二分之一 对 虽然那个甲角是零度 所以这个面积大家不要误会 这个面积呢指的是这个 跟磁场接触的这个面积 你像它一个框框 如果只有一半的水流过去的话 它的水流量呢 对不对 水通量呢 当然也只剩下一半嘛 一样的道理 好 那这个B是代表磁场 那这个CTA呢 就是代表 它的法向量跟磁场的夹角 所以只要中间有一个有变化的话 就代表磁通量呢 就发生了变化 好 那我们再透过下一系列的单元呢 来介绍 好 那有关磁通量的观念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by bwd6